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27日凌晨,英超第15轮迎来一场焦点战,切尔西对阵阿森纳。 本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都非常重要,毕竟他们都急需一场胜利来,缓解近期的颓势。 不过比赛的进程和结果或许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,卓卓实实地势,本轮英超的一个大冷门,兰帕德也是非常无奈。 比赛第34分钟,阿森纳凭借着拉卡泽特的点射,破门一球领先。 而比赛第44分钟,扎卡打出漂亮的任意球式解拨,阿森纳半场领先两球。 而到了下半场,萨卡右路再度远射破门,枪手锁定胜局。 这场比赛切尔西可以说出的毫无还手之力,整体的状态很难让人满意。 其中,维尔纳的发挥可以说糟糕至极,是篮军不折不扣的罪人。 本场比赛,兰帕德只给了维尔纳半场的时间,而这位德国神风也没有拿出足够让人幸福的表现。 算上本场比赛,维尔纳已经各项赛事,连续10场比赛,没有取得竞球了。 这对于一位身价高达7000万的欧元的前锋来说,确实是无法接受。 当然,兰帕德也逃不开责任,随着其耶和的受伤,蓝军封线上确实少了一个可用之人,所以4比3-3的阵型早就不是最佳选择。 哈佛茨踢不了边路,而普利西齐和维尔纳的边风组合也是差点意思。 更为关键的是,如果蓝军打算用船中打破僵局,那么为什么不上吉鲁呢? 难道亚伯拉罕就真的比吉鲁更加好用吗?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